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眼笔 它的一个界面 点击我们的一个眼笔 这里点击进去到它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这一个眼部的话 大概两只眼睛操作 15到20分钟 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个F F最低是E最高是10 我们刚开始可以先从2开始 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个负压 这也是它三个负压的一个模式 这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 RF开启的键 同样的是我们打开RF之后 这些增加减少的是按不动的 一定要把RF关掉 然后才可以调节 调节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把RF打开 因为我们这个眼笔 它是自带蓝灯的 就可以是 在这图上介质精油 就可以操作了 如果是有些人它有眼带有黑眼圈 这些的话都是 针对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 两个眼睛操作完之后 可以给它敷个眼膜 好 那我们的这一个眼部比已经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40K 40K的话基本上 都是先用40K爆破 然后我的话40K 让我给它操作30分钟 这也是我们40K的能量 能量的话最低是1 最高是10 我们刚开始可以先从4开始 然后调节完之后呢 就把我们的40K打开就可以了 这一个的一个介质呢 是凝胶作为一个介质 然后的话我们 在调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 然后再给它增加或减少 它的一个能量 调节之后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个的话 被操作者的时候呢 是会有一点耳鸣的感觉 就是嗡嗡嗡的响 如果是说操作完之后 就是没有这个声音的了 我们如果是有耳敏感的人的话 就是建议把能量调低一点 如果是说正常的人 它可以接受到能量多高 就可以给它调节 到它的一个最舒适的方位内 给它操作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的屏幕上面的4个探头 已经简介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大号滚轮 大号滚轮它是自带一个屏幕的 然后可以看到 这里上面是有4个方向的滚轮 我们都可以选择 先开第一个来看一下 下面是 现在是往下开 往上 往外 往内 或是可以调节 到这里 点击为红色 就可以加它的一个操作时间 或减少它的一个操作时间 这边是它的一个爱福条件 爱福最低是1 最高是10 都是可以增加减少 我们刚开始的爱福呢可以先从4开始 然后调节好这些的话 就把我们的一个负压缸打开 把爱福打开 把灯光打开 灯光它只有3个灯光了 现在是一个红灯 可以看到是一个红灯 我们红灯的话就是促进一个血液循环了 我们绿灯的话就是促进我们的一个皮肤吸收 要有蓝灯的话就是正定我们的一个皮肤 我们一般操作的话都是开为一个三色灯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的这个负压模式都是有三个模式的 我们刚开始的话都是建议用一吸一放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因为一吸一放的话都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内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习惯 再慢慢的把模式这些都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操作完之后就可以把它关掉 让我们这些界面上的探头剪解完吧